你好, 赵博士, 你好 好, 我现在开开你的电话 一会儿就开始了, 就开始讲话了 好的, 行行行 今天就是2024年 欢迎来到2024年 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二 我们会在健康大数据里面 健康的东西 可以和你们分享一个小时 这个一个小时 我们就可以讲起 你需要健康, 你要有决心 但是除了决心, 当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说不用那么健康 那你知不知道不是决心的 那么简单 是需要勇气的 即是, 你要令到你人生里面 是不用刻意做健康的东西 都会自然健康 这种勇气 是需要一个开始和去 叫做 maintain 连朋友之间都健康了 那就不用努力了, 不用解释了 因为很简单 那星岛那边就很想有个这样的节目 因为大家说不够猴 问我肯不肯 还有没有时间做这种东西 那我就看过我设计 发觉星期二呢 是可以的 就是和Ryan Poon 一起会去 去研究一下这种东西 来啦 一小时 今天 正在调大声 正在调大声 去到9号 会为大家 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 各位, 五安 下午5号应该说是 现在是星期二的下午4点10分 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奇怪 咦, 这个节目是电康大数据的 没错了, 那我们这个 星期下午的节目 上了这个网络三机之后 我们的节目也是有了一些变动的 那之后呢 每逢星期二下午的4点到5点 就会变成这个的健康大数据 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 依然就是请来了赵宇威、赵博士 那赵博士是一位 数据方面是很棒的人 那也是一位科学家 那他同时呢 也是在这个健康方面 有很深的研究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请回赵博士上来 聊聊聊天了 那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健康 如何保健方面的知识 那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就立即连线赵博士 嗨, 赵博士, 你好 嗨, Ryan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又新一年了 是吧 是啊 今天还可以一个小时去谈 跟以前有点不同 因为平时大家说 在星期五时间不太够 因为这些健康之外 始终就是比较切身 相关乎到每一位听众朋友 大家就说 可以听多些 那我们就将自博士 请来四点到五点的节目 但同时呢 星期五还是有自博士的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 那我会否在星期五 又听不到它呢 是不会的 是的, 那我们今天由这个角度开始 首先呢 十二分钟啊 十五分钟 通常呢 说一些短的资讯 都是浓缩了的 但是健康呢 其实呢 如果想有健康呢 需要有决心的 你说是吧, Ryan 没错 平时都是要 持之以行的很多事情 是吧 是的, 要决心 但是你知不知道 决心呢 譬如生死 有决心很简单 就是决定生还是死 健不健康 很简单而已 但是如果你想 即是叫做再上一层 是需要勇气的 怎么说呢 勇气呢 首先你有些朋友 可能是不买健康的 是吧 他们会觉得健康 是不是都要死吧 那你要有很多勇气 才可以 譬如你会觉得 不是啊 好像有点不妥 听到这句 然后呢 就要继续下去了 别人不吃的东西 你吃吧 或者你不吃的东西 别人吃吧 那你不吃的东西 那是不是有些事死如悔 是的 没错 很深奥 好像很圆 原来勇气 因为医食住行 医就是医着 食就是食 住行 其实那些是代题 但是 既然每一个 每一个步骤里面 都有包括健康的 譬如你健康不够的 你的医着就会走的 因为你根本穿不下 或者呢 你穿得下 不过要硬 瘦住身体 折下去 或者怎么样 硬来 那身体可能受不了 掉了 你见到有些人是这样的 那医着就是这样 那吃了 哇 有些人吃下吃下 就发觉 有些人不能吃了 不可以再吃 身体会停止你 所以你宁愿 你宁愿 下定的决心 和勇气 去早一点 去搞定这件事 还是你想着 等到有问题 才一次过切下去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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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食 那方面 因为食是很影响 开不开心的 如果有一天 说不能吃 那些东西 很惨的 是吧 没错 即是 好吃 或者那天的菜 对 你个人都开心点 或者你吃得多些 那日味都开心点 是的 没错 那住了 很多人就会想住 住就随便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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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简单 你在美国 你也来到美国 你在加州那边 我是在美国长大的 你知不知道 很多人就是 这间屋 没有想过 他买了回来的价钱 已经不便宜了 但之后 如果你不收拾它 其实你是住在 别人以前那间屋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有些脚粉都还在 这样 那倒是 但是呢 有很多人说 你花很多钱 买一间屋回来 那就不理了 还等多十几万 去装修 说不允许的 是的 不允许的 那你不如不要搬 或者不要理它 因为你既然 买得 只是一个开始 之后就是开支 开支 如何开支 其实你敢用健康的角度 来开支 因为如果敏着脚粉 吃了空气 是之前的头皮 吸收了上去的东西 噴出来 其实那个感觉 真的不是太健康 还有 蟑螂 老鼠 还有些昆虫 其实 究竟老鼠屎 用吸尘机 这些 我们在12分钟 15分钟 是不可能说得到的 嗯 没错 如果你用吸尘机 吸了一粒老鼠屎 会怎样的 有没有病 有没有问题 很少会想到这一方面的东西 我每天就做这些 所以我Facebook 今天就特意放一些 一些数据 一些topic 我叫做expansion 深入去讲下去 讲下去究竟 究竟是怎样的 这个节目 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会用健康进去 医食住行 行呢 行就是 你知不知道 当你用一些水喉水 来洗澡 都可以影响整个身体 水喉水拆掉 洗澡在头 都会影响到身体健康 为什么会影响呢 你知不知道 听过水和肚子不服 水肚不服 其实那个 越大多人在地球 年年都越来越多 其实每一个浮 水可以不出事 去控制很多东西 那些已经不是水 就是加了很多化学 对 如果不是你搞不定 如果你说它不加的 但又多些人的会发生 或者甚至打多些风 纽约 香港都试过很多水浸 最近 英国的隧道也有水浸 那究竟水浸了下来 那些什么是水来的呢 那些当然是不干净的水 那会不会流到另外的水里面呢 是的 会不会去到那些食用水 或者是平时洗浪用的水呢 是的 所以当你越是有这些环境 叫做extreme 即是极度极端的环境 改变的时候 你不加多些药 在水里面 是否想出事呢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问题了 近期这几年 多了人喜欢去一些 例如河 湖 游泳 游泳 怎样 索了些东西进去 里面 走了一只叫amoeba 入了鼻歌里面 就上老 那些amoeba 平时听到 读Bio的人 Summer 4 就会知道amoeba 是在五个kingdom里面 五个kingdom里面 其中一个kingdom 是叫做protees kingdom 这个就是 kingdom 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很特别的 这个amoeba 是会吃脑的 上了下去之后 就吃人脑 很大件事 很可怕 你如果看这些新闻 你知道看些什么 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会 平时的新闻都很害怕 为什么这些东西 他又不说 他不懂得说 我们当然 不可以一次过那么阔 医食住行 那我就针对下去 那个叫做 我们讲开牙 讲开牙 讲起就是说 如果牙吃了一些酸的东西 就会去了 就会令到你那个 即是叫enamel 那个牙 为何它坚硬那些东西 会令到它软熟了 然后 然后 如果你是立刻刷牙 就会令到刷牙 那里 即刷牙 就会有伤口 即是叫做 哦 就会有 因为吃酸的东西 没错 吃酸的东西 就会感觉到 平时大家都说 吃酸的东西 吃到牙都冤枉 那是不是就是说 会软化了那一层 所谓的保护膜 或者是牙上那一层 再去刷牙的时候 就会破坏了那一层的保护膜 这样的意思 没错 然后刷牙 很多人的牙膏 都不知道 简性的功能去到哪里 嗯 那变了 如果你说吃酸的东西 是6分 究竟8分足够呢 刷一次牙那么足够呢 这些药的冗复 要去压一下 是的 就在 killed 10 组 还有要去刷多久呢 譬如我喝了主要来到水 为什么呢 又一个护膜 只要一整二ск 已经一个李酰了 然后是去刷牙 就不会参加一个小时 那会怎样的 这些东西很有趣 健康可以说到好听 或者说到好闷 我尽量说一下 衣食住行的情形 真的跟人一起谈 热碾水可能不会喝那么久 但如果热碾水加蛋糕 然后又谈谈 再加杯咖啡 谈不动的东西 这个也是 讲回咖啡 因为我有时说 咖啡送个蛋糕 自己看东西 一边看一边喝一边喝 咖啡也很耐用 亦会对口感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 咖啡其实是酸性 酸性是足够 令牙的enamel软弱了 这个已经证实了 还有咖啡是深色的 咖啡就更加深色 深色过有加奶 而是会令牙液染色 会变得黄一点 是的 吃烟也是会的 所以这些 虽然吃烟和喝咖啡 有时有相似 因为人们吃烟也会喝咖啡 但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喝咖啡就不吃烟 是的 但是究竟 应该用什么牙膏 究竟有没有人在世上做过这些研究 我就放在Facebook上 有人的 因为这个世界 什么人都有 你懂得找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到 这些是什么人做 当然他懂得科技 做得好 是不是十分好 当然做批评的 看他容易批评 做得好就有时 做漏了 是不是 我就放了这个 data set在上面 和你慢慢灯 因为我们有整个小时 然后呢 然后我们还有要灯一灯 就是究竟 如果不在地球的人 他的牙液又会怎样呢 如果 这个也有研究 是吗 有 有太空的研究 是的 没错 去到太空那里 因为关乎我做的研究 我喜欢做的研究 是稍为特别的 好 先停一停 去到第一节 我们就 下一节回来 就继续 很有兴趣 太空上的牙液 究竟是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说 接播士 我们现在就 先不要去一去广告 我们因为现在升岛 每天下周就会送出这个200元 刚刚已经 我们业总监送了一次 现在就再送一次 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 很简单的 你 听到这个问题 就可以打电话上来 650-808-8000 650-808-8000 只要你回答正确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得到 100元的现金奖的了 好 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刚刚3点到4点 这个 这个 二文六 放到四支歌的 大家就 给出其中一支歌名 你只要回答正确 就可以得到100元的了 那马上就打电话上来 现在牛屏还打上来了 Hello 你好 怎样称呼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我叫 Catherine Lee Catherine Lee 是啦 那你等一下 Catherine Lee OK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刚才我打电话 我没听到这个问题 那不好意思啦 是啦 那就 因为我要打电话嘛 我打电话就听不到你 好啦好啦 破了一次啦 那就问刚刚3点到4点 即刻二文六的 放出的四首歌里面 有一首歌 的歌名是什么呢 你给出其中一首就行了 是 OK 我打电话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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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名啦 那名是什么呢 歌的名字 哎呀 哎呀 忘记了我的歌名 你还拿你来 呃 呃 不好意思啊 歌的名字就不是这个 你是唱得对的 但是歌的名字就不对 那就 sorry啦 那你可以听一下再试一下 那我们就给下一位听众 不好意思啊 嗨 你好 哈啰 哈啰 你好 听不听到 呃 很小声啊 你可不可以大声点 是 呃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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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嗨 嗨 你好 呃 你听不听到 呃 我问你的问题 是啦 那就是刚刚3点到4点 即刻二文六的 哎呀 他就先吸线了 那我们再听下一位听众的 嗨 你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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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李 是 李先生好 我們剛剛三點到四點 現在二文目的四首歌入面 其中一首歌名你給出來就可以贏得這個大獎 田蜜蜜 對不起 田蜜蜜 是 田蜜蜜 沒錯 正確的 好 OK 那你先打一打電話 我一陣就會連通你問你的個人信息 你給出來就OK的了 我們就會聯繫你中獎的消息 那你就不要吸線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 去一去廣告先 那我們回來就有第二節的健康大訴訟 汪大心容海味店新年好禮帶贈送 回鄉探親就算花其心驚減 嘩 好特別 我也聽到緊張 因為我沒有聽三點至四點那段時間 我有其他事情要做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挺有趣 竟然有錢牌 這個數據很特別 可用尊鎮三斤植牙技術 無重安全 收費合理 並有可負擔分期付款計劃 劉偉牙醫座自診所地址 康仁壽POWER街1421號 預約電話415362 8868 住在Fremont的李先生72歲 兩年前中了風之後 生活不明治理 拖累家人 服用了心腦血管數 未夠兩個療程 奇跡出現 現在可以自己行走 完成入肆 撻牙洗臉 空患氣喘的心臟問題 都得到改善 心腦血管數 幫助中風 和心臟病患 盡快展開新的生活 全天然無副作用 美國生產心腦血管數 有節日一位 關卡免費送貨上門 查身或承扣 415 990 4468 990 4468 星島中文電台全新廣播模式 由1月以後開始 下週2點之後的節目將轉為網絡播出 收聽方法有三種 分別是手機APP 星短TV 星島WiFi收音機 和星島網站 Android手機 請到Google Play下載 輸入SINGDAO TV 蘋果手機 請到AdStore下載 要購買星島WiFi收音機 原價88元 現在退出超優惠預購價 只要43元加稅 請職致電預購 650 808 8888 2024年1月1日開始 為你帶來更清晰的 立體聲網絡廣播體驗 嘉義天國 精彩門訓 交通燈號 專門城市接收 星期1.5 日落逍遙 星期1.5 日落逍遙 現在回來了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回到第二節的健康大數據 馬上就連線回捷樂士 你好 赵博士 你好 Ryan 剛才很有趣 有這樣的遊戲 是的 我們現在有送現金的活動 每天都有送兩百元 送一個月 都很大股 當然了 很厲害 更重要的肯定性 比去賭場 100% 賭場 沒錯 所以數據是很有趣的 當我們去找一些數據 我們要有那個角度 究竟是怎樣的 譬如剛剛說到月亮 太空人的牙齒 你有沒有想像過 如果牙痛 在太空中 如何找牙醫 真的 這個問題也對 因為牙痛 你戴著頭盔 是嗎 沒錯 很辛苦 很嚴重 那怎麼搞呢 難道自己剝了牙齒 這個是一個 豬牙 或者甚至你套了一個東西 叫Crown 無端百事 或者你已經填了牙齒 不過因為地心吸力的問題 不跟地球一樣 有機會掉了出來 是的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是的 還有就是因為沒有地心吸力的 一些骨 都會有機會骨質疏鬆加速 如果在口腔那裡加速 會不會有些問題 有的 因為在上面不是一兩天 那麼貴上去 當然上去96天 沒有錯 96天可以很多事情發生 因為只有那幾個人 其中一個不是牙醫 不是牙醫 牙醫也通常 沒有一個是牙醫 專業的牙醫 是的 所以這些情況 可以給予我們一種 一個新的啟發 就是我們在地球真的很幸運 經常都很方便 身在腹中不置腹 或者你已經習慣了身邊的便利 其實我都說去到太空一個失從的環境 其實你離開家鄉 或者熟悉的地點 你去到一個異國他鄉 或者是不同的醫院環境 其實就已經很不自在 更加不要再說上到太空了 是的 但當太空 大家就好像 立刻會幻想到很大的問題 現在我就借用太空的情況 因為我真的在跟太空那些研究 但是我就拿它來形容一下 在移民了過來美國 或者甚至在其他地方 你去找新的醫生 或者牙醫 未必是可以跟你溝通得到 你自己的所有經歷 第一你沒有告訴他 你沒有告訴他 你沒有說譬如你要吃亚氏不寧 沒有說 然後又沒有說你要咬亚氏不寧 因為你剛好買那隻亚氏不寧 是可以咬的 所以你的心臟方就說 你吃亚氏不寧 你買吧 但是你的牙醫是不知道的 我看到原來咬亚氏不寧 是可以令到你的牙 即是那個enamel 是會偷薄它 都是會損害那個保護層 因為亚氏不寧 咬的那種是酸素的 很高 即是很低的pH 沒錯 酸度是很高的 pH值是很低的 沒錯 那多重要呢 就一千倍重要 對比平常我們喝的咖啡 不是 是咖啡就接近 但是如果你在說咖啡 咖啡 還有就是那些粉 是藏在牙內 還有牙力 差不多是用酸性的東西 就是插進牙的enamel 你說到現在我的牙都有點痛 對 牙會酸的 如果那個人還有咬亡牙 甚至是有很多人有鼻汗 鼻汗或者鼻塞 就會抹大口睡覺 所有這些情況 都大健適一點 如果在太空裏面 但是如果你住開 隨時很方便 他很明白你的口腔 明白你吃開的東西 去看牙醫是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移民了過去 另一個地方 他不知道你吃開什麼 亦都不知道你身體那些東西 亦都隨時跟他溝通 弄完就離開了 不跟他說話 他什麼都不知道 是嗎 沒錯 所以移民了去地方 是的 有個危險的 有個危險 那我就想說一下這個 只是這兩隻牙膏 因為這兩個牌子 我放在Facebook 這群人研究了 究竟一隻牙膏的牌子 和另一個牙膏的 pH有否分別 他們有看到 在這裏登了出來 就說一個就是白 一個就是十幾 那為什麼要看呢 就是因為他們研究過 就是現在很多人是會飄牙的 是的 比較漂亮或白一點 白一點 為什麼需要白一點 因為之前吃了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東西 嗯 現在有了一些東西在上面 想飄的 但是飄的 哇原來飄牙 是很大的範圍 有些是三分的 pH 有些是十分的 所以是很大的範圍 差別那麼大 是的 還有 就是有些人 擦牙 他們已經不是小朋友 他們已經是大朋友 即是上了年紀 可能有些保牙的情況 所以在這個研究裏面 他們有看到 牙膏當它是簡性 那它裏面的成份 有沒有影響 我們那些補了牙 和平時的牙 有沒有影響它那個質素呢 那它的報告出來了 就說原來有影響過硬度 也是 是的 甚至還影響到什麼那麼重要呢 就是影響到那個filling 譬如你填牙那些物料 都影響到的 影響到那個micro hardness 是的 那就是很多地方 不是說只是保護層會受到影響 是的 你隨時給那麼多錢進去 整整那隻牙 那裏呢 如果早些壞 就會發生什麼事 就要早些弄 是嗎 是的 如果弄得那麼漂亮 就要換成假牙 是的 你想想一下 你可以想像 因為它一整 就很大陣仗 某些整法 很大陣仗 如果你告訴我 原來 本來可以用10年的 現在縮短了5年 那是很大的事 差很遠 所以數據可以告訴你 很多東西 譬如有沒有補牙 如何補法才上太空呢 那你就會想起 哇 會不會想掉了 你怎樣補的 這些東西 開始問了 究竟漂了牙 吃酸液呢 和平時吃酸液 又有沒有分別的 原來又有 因為漂了之後 現在牙齒很軟弱 你吃的東西 又會上色 更加上色 更加上色 即可樂那些 都要好著咖啡 這些四樣的 炭酸那些 那紅酒 哇 很容易忘記 你不會想起紅酒 因為你一想起 茶可樂 我又可樂 我都要避免 那變成 但是紅酒 你不會這樣 是啊 很容易而已 紅酒 你剛剛才新年 喝杯紅酒 沒錯 是不是 那你想起 那究竟呢 有沒有其他東西 會避免不是紅酒 又不是那四樣 因為通常你問 這個就等一等 因為我們要去廣告 回來 還有什麼要避免 我們再繼續聊 沒問題 好的 好 好 好 這次很特別 這個節目 因為 第一 做一些節目 幫我練習廣東話 平時都沒什麼機會 說這麼多廣東話 那我盡量 但是我一會兒就會說起 你猜都猜不到 吃番茄 大家都已經聽我的節目 知道我不是很喜歡番茄 因為因為番茄 我很喜歡吃番茄 但是我不喜歡 那些番茄的核不去 還有那些皮不去 因為番茄核和皮 是可以用來做殺蟲水的 即是有殺蟲功效 吃了在身體裡 會製造很多很多身體問題 除了炎症 除了身體不舒服 其實這樣沒什麼用 令到番茄不好吃 番茄核是苦的 而且吃下去會塞了牙 所以其實沒有一樣好的 關於番茄 除非你用來做殺蟲水 那變了 變了你 你想起番茄 究竟會不會上色 對牙 答案是會的 番茄的醬 番茄醬 其實本身 是可以 如果剛剛票完牙 是可以大影響 大傷害 待會我和Ryan 我們就慢慢 斟斟這件事 聽一下廣告 先 和 一切文件驗證 委託書和生存證的辦理 本公司本著 專業誠懇的態度 為僑胞服務 升到訪客中心代理 中美簽證公司成辦 地址 三藩市625號 Kerny街 資訊電話 415-282-6888 以後簽證代辦電話 916-245-8111 地址發家免道 Mac Road 4562號 家宜天國 精彩門訓 交通燈號 專門城市接受 星期一至五 日落逍遙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回到第三節的健康大數據 事不宜遲請趙博士出來 我們剛才提到 對牙齒的影響 要避免喝紅酒可樂 還有些是甚麼呢 外面通常 一打進去裏面 紅酒可樂茶 很少說檸水 因為西人未必喝檸水 所以檸脈 檸脈當然是酸性 會傷害牙齒 但更少說是甚麼呢 就是番茄 番茄? 對 番茄、茄醬 哇 不得了 但番茄不是健康的嗎 這個我很有問題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番茄 但是番茄的核 那些核和皮是用來做煞蟲水的 所以你會見到下次有人煮番茄蛋 你會問他有沒有去到核和皮呢 因為你覺得那些核很好吃嗎 番茄的核不是很好吃嗎 對 它甚少是苦味 其實有些種族是去到核和核 那些叫做意大利人 因為意大利人 他們很懂得吃番茄 因為他們用很多番茄、茄醬的食物 對 所以你不看他們 為何你都會去核和皮 為何我們的華人、亞洲人 不懂得去核和皮 我們不是意大利人 我們不懂又不留意這些東西 對 很少會留意這些方便 對 變成吃光了殺蟲水的成分 在身體內有什麼好處 但是對白了的芽 剛剛飄完就會有軟弱性 所以它究竟會怎樣呢 茄醬有的東西 凡是有番茄的東西 因為他們發明了對調味料是特別好的 但我們不熟悉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做醬油沒有用番茄 所以變成華人、亞洲人 他們用那些 例如他會煮うまみ、味道的醬油 但都是安基酸 對 他們都是這個概念 而在番茄裏面有一些很特別的成分 但不知為何番茄沒有在亞洲那邊開始 是在澳洲 他們在番茄之前是忍種 在亞洲那邊是沒有種植的 好像是外來品種 是後來才有的 所以可能在亞洲那邊 比較少人用番茄之前 是的 竟然可以等魚下去 就可以做到魚露了 可以把黃牙白調到味道 豉油可以吐出來 會有好的味道 所以我們可能不需要再用番茄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去尋找 是的 當然有可能 可能是這樣也不定 但是我只知道 如果你說到漂牙 漂牙、漂牙 即是已經有這個設計 你不希望要經常漂 因為漂是數傷的 而你一旦吃番茄汁 它便可以大大傷害 你那個漂了牙的質素 以及它的白度 會被它影響 如果是沒有漂過牙 我們這些沒怎麼動過的 就是平時洗牙 其實吃番茄會不會影響到牙的軟弱程度 我考慮我這樣說 如果有些材料有沙 而你咬了那顆沙 那些牙就會大大影響 因為可能可以裂掉牙 而吃番茄 如果去核和去皮 首先雖然核不是很硬 不會像沙一樣弄香 但是咬核 因為核是很多這些 在核裡面有一種叫phytic acid 會令你吃了下去 會吸收不到營養 不是只吃那種的營養 而是其他營養都吸收得差了 即是類似一個保護層 令營養沒有辦法進入 是的 所以我們做黑芝麻 最好是預早浸了黑芝麻 讓它可以 不是發了牙 因為這樣就不好吃 但是軟發牙 讓它醬勾勾這樣 落兩三斤的蘋果醋 就可以令到那些phytic acid 走出來 然後就洗掉它 過了水 之後剩下的黑芝麻 這樣就很棒了 phytic acid free 更好吸收 是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黑芝麻 可以令到你平時 白頭髮 可以令到它白變黑 是的 是的 我身邊很多人都喜歡用黑芝麻 無論是吃 或是吃芝麻糊 黑芝麻也是對人看非常好 你想想想 如果你不先浸泡 你不去phytic acid 浪費了九成 九成的功力沒有了 沒錯 是的 這個真的要記一記 因為平時大家都經常會吃 如果沒有浸泡 再加蘋果醋去處理一次 可能吸收的程度就差很遠 是水浸 但需要加三斤的蘋果醋 就不是浸蘋果醋 所以這些不是人生裡拿健康 可以很有趣的東西 譬如蕃茄要去核和去皮 有些有些麻煩 好像 你這麼煩 所以吃東西 如果你不飘 剛才你問我 如果你不飘 當然你的牙不會受影響 但是如果你想想 如果連牙膏的成份 都可以影響到你刷過程 影響哪些牙的硬度 你會不會每支牙膏 看整整成份 不會的 你平時這樣刷 很少的 通常是看廣告 或者看價錢 這樣就買牙膏 你不會看 我拍的牙膏很漂亮 那就當然相信你 因為免得煩 如果你懂得怎樣看 究竟是PAC8還是PAC12是好一點的 如果你懂得看 PACW Polyethylene Glyco 你已經不是一般的人 不正常 不正常 所以我是一個有少少不正常的人 我就和你們解答 這些那麼奇怪 那究竟蘋果膠 因為大家很想知道 一遍我和你詳細說 蘋果膠為何對牙會好 這個特別 因為你想想 蘋果膠對牙好 蘋果醋對牙不好 是酸的 因為其實水果是有過酸的 是的 但蘋果膠 第一就是去酸性 要煮它的過程 我反過來跟它說 另外就是蘋果膠 是一些益生菌 很喜歡吃的 它是屬於一種益生源 平時吃不到 平時你吃一個蘋果 首先紅蘋果就少蘋果膠 比青蘋果的 哦 是這樣的 蘋果越酸就越多蘋果膠 越酸就越好 反而是 越多蘋果膠 不過蘋果膠本身就不是酸素 OK 其實蘋果越酸就含入蘋果膠越多 但是蘋果膠就不等於酸素 所以你煮它出來的時候 你等一下要煮它出來 因為你要提煉它出來 很多人就說 怎樣提煉 為何不能買 買的時候 為何會這麼複雜 因為提煉有很多種方法 提煉 例如做牙膏 有很多種方法 做牙膏 而怎樣做呢 做得好 就變成一個牌子 但是你要怎樣用它 就說 我除了我的牙膏 我還有補牙膏 我補牙時候又會怎樣 問我有沒有漂過牙膏 或者補完牙才漂過牙膏 這些全部都有影響 你選擇哪隻牙膏 它的成分是怎樣的 而那份東西 我就放在Facebook OK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 我們回來再繼續講 關於菌牙方面的訊息 先去講一講 好 給家人幸福美美 都不要忘記 給自己健康 沒有油煙味 櫻花渦輪鞛 我看著的鐘 現在已經7點50分 這些時間真的過得快 我講了2024 所謂講了23、24年的 關於健康 講到由神光第一線那裏 講到現在在星島這裏 我都有差不多一半年 還有一年就是25周年 講那麼久 其實研究這件事 是無止境的 我希望大家 多了一個 不只是一個決心 是多了一個勇氣 當你去明白 原來可以這樣用法 特別這些資料可以 給我們多了這麼多知識 而你聽到你覺得很可愛 或者令到你有那個 給了你這個勇敢 會不會我改了我人生 怎樣做黑芝麻糊 這樣就變成 會不會又健康一些 當然會 但希望你不用 用著那個 叫做constantly 在想著 不停在想著 我要健康 我要健康 是你會順順利利 不用想 都會健康 因為 你多了知識 要怎樣做 而且好味一點 特別好味一點 去到番茄、滑和皮 你的番茄會好味一點 我要聽到這裏 要不然我 他回來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整過來 廣告信息 傳達到你客戶的意中 想你的廣告收效帶 請密碩致電 星島中文電台廣告部 廣告部電話 650-808-88888 650-808-88888 星期一至五 日落逍遙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回到最後一節的健康大數據 我們繼續跟趙博士說說 牙方面的訊息 嗨 趙博士 你好 所以我們說起蘋果膠 本身它的質素是可以用來做 其實那些益生菌 當它是益生源 如果那些益生菌有益生源 它便打仗可以打得好些 做事可以做得順些 好像我們人吃飯一樣 是的 所以你要知道 飯不屬於一種益生源 給那些益生菌 或者快餐也不當是這樣的 所以它不是當我們人吃的食物 有很多現在特別現代人吃的食物 很多食物它不適合吃 譬如未蒸它也不適合吃 對它來說沒有用 但是我們吃很多 所以這就是怎樣餵 我們的益生菌 我們的口有好菌有壞菌 壞是多於好的 是嗎 是的 為什麼不可以好多於壞 為什麼不可以好多於壞 首先有些什麼人 壞的菌會受控制得好些 就是那些人唱歌 因為唱歌 唱歌 對唱歌會令人口水多些 甚至呢 如果你看看一些和別人唱歌唱得多些 你會發覺他們覺得 反而要收一下口水 因為那些口水比頭多 有時候會阻礙他唱歌 但是呢 唱歌有一個數據 因為我做一些音樂的研究 跟大家分享過 看到 就是音樂在腦裏面 是很有用的 很多用途 但是呢 既然對牙的口腔也有用 因為你其實沒有口水 少了口水 很多時候 上一集 即是星期五就說過這些 就是少了口水 那些壞的菌 就很開心 就比較容易清潔 是的 他們直接 為什麼你拆完牙睡覺 睡醒了之後要馬上拆牙 而呢 為什麼這麼大股味 那些口水 就是因為你的口水 不足夠 那為什麼會不足夠呢 原來在睡覺 發覺原來抹大了口 平時會不會拍照自己睡覺 那你不知道 只會知道 是的 如果你是很口臭 通常都是 一不就沒有拆過牙 當然 另外 但是另外 就是 你的睡眠的質素 有些人知道睡覺後 比不睡覺更差 因為好像被人打了一身 為什麼打了一身 它的枕頭歪了 就變成了 頸子捏著在後面 頭一卡在後面 頭一卡在後面 頸子就凸了出來 就好像被人捏著頸子睡覺 噢 即是睡眠有問題 也會影響到 然後他就發覺 為什麼睡醒了之後這麼痛 被人打了一身 肩膀又痛了 因為真的 好像被人捏著頸子 沒錯 搞到自己這樣 這些可以睡壞自己 抹大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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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睡覺 便會弄壞自己的牙 豬牙的程度 抹大口來睡覺 這樣 其實也有很大影響 但是這些 因為有些人 我知道 很容易打鼻寒 或者鼻塞 很容易抹大口去睡覺 當然 他不抹大口去睡覺 他不抹大口去睡覺 但他平時坐著 姿勢已經不好 睡也睡得不好 你起碼睡直 你坐著身不直 但你站著不直 走著不直 但睡覺起碼直 睡著也不直 即是全部都不直 這樣就 所以這些 我們真的深入去看 為什麼我們的口腔 是這麼重要 當他注牙 當然有機會剝牙 剝牙 你知不知道問題是怎樣 是經絡 中醫 他們看過很多經絡 以及針灸 經絡是經過牙的 每隻牙都有經絡 經過牙 變成 如果你那裡 好像有一條隧道 斷了一條線 那條線一邊跟下去 那條線會抄去左邊 或者右邊 會不會在那條線上出 病的問題 是很多根據 這件事 我們可以留下星期 或者星期五 可以稍微說一說 我們到下星期二 再說 因為今天時間差不多 好的 謝謝志博士 今天過來解答 牙方面的問題 下星期二 我們繼續這個時間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接風傳訊 連底大促銷 蘋果手機免費送 禮開線 沒有合約 可以保留你的電話號碼 開四條線 家庭計劃 好 閉嘴 收到線了 下星期 明天就是慧兒 我現在馬上轉過去 上去 讓大家聽聽 拜拜